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线下的体验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都是一个能量很大 就是所有的能量呼喊声能够然后汇聚到我身上 然后能够感觉到这种支持和信任的力量 让我更有动力继续努力吧 就他们给就我好像打了一针 张志涵请你继续努力继续发光发热 然后呢然后我就 我遇见我北京首唱会的现场 我是张志涵 第一首歌唱的是我遇见我们 也是今年一批的同名歌曲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 就从我开场从人群中走过来一样 从你们中间走过来 人的一生就是我遇见我 我遇见你们 你们遇见我 你们遇见你们的过程 然后大家可能是通过某个综艺节目 或者某个角色认识我 龙飞也也好 威仪也好 想起去年八月的时候 我在上海梅龙镇 王厂也是一个首唱会的时候 有一位粉丝 特意得国飞过来 然后看我的首唱会 然后包括今天你们这么多粉丝 飘洋过海来这里看我 所以这就是我遇见你们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这种感知和爱是相互的 所以谢谢你们 我看到 这两天看到一本书 村上春树的书 说人应该怎么看待孤独 其实我想 我很赞同他的看法 他是这么说的人 就是会要去面对自己的孤独 然后孤独就是 不是说你要去向别人倾诉你的孤独 是孤独就是 就像你往地上挖一个洞 然后你把它越挖越深 挖到某个点的时候 我们会和这个世界上 可能任何一个角落的人 或者也好 会产生一种连带感 一种不一样的感知和联系 就像我 像我去演某个角色 去四个月 在一个地方拍戏 然后呢 等到播出的时候 我在四个月的时候 享受这种孤独 在播出的时候 就你们现在在座的歌 会产生一种某种特殊的名戏 我的就是有个影响 就是像你开演唱会 我什么时候说 我答应就是 有十年生日的开演唱会 如果不能都永远走 在一起 还有几年我也没太清楚 因为慢慢快乐 我争取每年多写两首 但是有个任务 一年发三个 让人听不明白 我想要的痕迹 是为了大型的演唱会 是为了大型的演唱会 再做准备吗 这就是一个终极目标 有好听的歌曲 给大家听 然后可能每年发三张 可能在歌十年 已经差不多三十首歌 哎 今年不止三首歌 可能今年会有六首歌 我已经另外还有两首 还没有发 已经录完了 还有一首也会录 应该会在今天 年 应该年前吧 会在那一首 所以今天有六首 等于说再加上前面的 三首九首 下次来可能就比较吃票价了 就时间会长一点 省去这些做游戏的环节 只唱歌 啊 不行